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帅 今天呢 咱主要是盘点一下 咱们多肉界 出井的这种多肉 可能好多网友不知道什么叫出井 出井它就是颜色变异 出井的可能就是说 有1000颗多肉里边有那么一个变异的 叫做出井 盘点一下大规模繁殖的出井多肉 看一下你们喜欢吗 来 那么首先第一颗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多肉 大家可能见过这种熊童子 这叫熊童子也叫 绿爪 不叫绿爪 叫熊爪 正常 正常它这种小爪子 都是绿色的 然后呢每个角尖是黑色的 出井之后 变成什么样呢 变成特别的女性化 像美女一样啊 都染上指甲盖的 染成粉红色 而且呢颜色呢也变得 呃 你看绿白相间 绿黄相间吧 绿黄相间 这是第一款出井的多肉 好不要着急 我们来下一第一款第二款 来 来第二款 大家认识这款多肉吗 这种是新花月井 是新花月井吧 嗯实际上啊 这多肉名字太多了 我们中国有1万多种多肉 名字有1万多个 我真的是 记不过来啊 新花月井 我如果没记错的是新花月井 如果我记错了 请大家及时帮我改过来啊 你看正常颜色是这种颜色的 但是呢出井之后 都会变成黄黄的 这是新花月井 这是第二个井啊 不要着急 我们继续 来这一圈 那边吧 这边这边的 在 凡池当中 咱们去那边 看一下我们的 呃 这边的什么井 这个呢 嗯 整个棚里边 可能就这么一颗 这个也是井 但是出的不明显 来看一下 这边是出井了 这边是正常的颜色 正常颜色呢 会非常的红 这边是出井了 这个也不算了 把它放一边吧 呃 我找到一个井 来 这也是正常把井的井 这是火祭井 大家可能 不知道啊 火祭它是一种通红通红的颜色 但是它呢变成 红色和黄色上面 这是火祭井 我又想到了一个井 来这边 这边 哎 这边没有 这一块井呢 是前串井 我不知道大家 知道不知道前串是什么样 一会儿我给大家拿个前串看看 前串出井就这样 上边粉色 特别漂亮 拿过去 这是前串井 来来来这边 嗯 我找一下前串吧 就是不出井啊 这边 看 不出井呢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种绿绿的 红红的 出井之后呢 变成粉红色 然后呢 黄色 这两个是一个品种啊 叫前串井 前串井 这种井呢非常罕见 所以说呢 价格可能会偏高 嗯 我们把这个都放到一块儿 嗯 咱们整体的来看一下 走 这边呢 我是在大棚里边找了六个出井的多肉 我们给大家来 逐一的盘点一下 来 第一个是前串井 前串井 然后呢 呃变成了粉色和红 这红色的香尖 这个没有香味啊 这个火稽井 火稽呢 呃 这种多肉呢 如果说不出井的话 叶子是红色的 全都是红色 没有绿色 呃 特别的漂亮 这个呢 是新花月井 新花月可能就是 这种的 没有什么颜色 这种出井之后 它也漂亮 新花月井 这个呢 是紫珍珠井 紫珍珠井 出完之后 变成了另一个名字 叫做彩虹 彩虹啊 就跟彩虹一样漂亮 绚丽多彩 红色的 太漂亮了 然后呢 这是熊童子井 熊童子 出井之后的名字就变了 叫做白熊 比较女性化的一个多肉啊 本来是特别萌萌的小熊 现在变成女性化的 然后呢 叫皮石井 每个出井的多肉啊 都变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啊 这个出井的比较 价格稍微高一点 但是在我们这边没有啊 嗯 好了咱们的井呢 都盘检完了 你只要是想要看什么样的多肉 我就给大家介绍 然后 看你想要的那种状态 好不好 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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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